苏拉颱风持续往台湾接近 今天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都已经开始出现断续降雨 气象局最快在下午会发布 陆上颱风警报 以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首当其冲 而天气风险分析师也表示 受到海培颱风的牵引 再加上北侧太平洋高压势力 比较强的关系 苏拉颱风的预测路径 还在持续的往南来做调整 预估在礼拜三的夜晚 到礼拜四清晨之间 台风中心就会通过恒春南方的海面 也预测暴风圈会通过台东 屏东高雄跟台南 苏拉颱风步步禁逼台湾 气象局预估未来苏拉还会增强变胖 并以中台上线等级靠近台湾 周二这天首当其冲的东半部 跟恒春半岛将会开始出现断续降雨 到了周三周四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受到台风及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气象局提醒东半部及南部地区 要留意举步大雨 尤其花东南部山区得盛防举步豪雨 气象局表示 苏拉台风环流虽小但结构扎实 而第十一号台风海魁 未来往苏拉更加接近时 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苏拉走向 天气风险分析师吴胜宇也说明 受到海魁台风牵制 以及北侧太平洋高压势力较强的影响 苏拉的预测路径持续往南调整 可能在周三夜晚到周四清晨之间 台风中心会通过横圈南方海面 而它的暴风圈大致将通过台东 屏东高雄跟台南 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也分析 即便台风中心没有登陆 暴风圈还是会笼罩台东及南部地区 预估台风核心将非常靠近横圈及高屏沿海 提醒民众赶紧做好防台措施 而哪些县市可能放台风夹 台东还有屏东 所当其中这个机会会蛮高的 它风雨在明天就会逐步的加大 目前西北太平洋海面上三台共五 热带系统更是排排站 西乡专家彭启明分享卫星云图 形容爸爸妈妈也就是苏拉跟海魁台风 带着小朋友来逛街 强调这是台风季的典型特征 未来动态对台湾的影响得持续关注 是离随沉建国台北采访报道 好 明天就是农历十五了 适逢今年度的最大满月大潮 高雄迄今在今天清晨已经出现海水倒灌 还导致好几处的路面都出现了积水情形 当地摊商干净把商品架高担心损坏 也担心台风来袭会没有办法做生意 好 另外在台南北门双春海岸 上个月受到杜苏瑞台风的影响 沙洲出现了宽20公尺的破口 相关单位紧急抢收 希望在台风来临前填补缺口 明明没下雨 高雄迄今 路面却出现多处积水 原来是碰到大潮 水面接近满潮 海水不断从围栏空隙倒灌 当地摊商穿上雨鞋搬移地上的篮子 就怕积水导致商品损坏 这样我有做生意吗 这些还可以带到摩托 要带到一桌农出去 由于当地地势低洼 每当农历初一十五就会出现海水倒灌 眼看苏拉台风又要进来 碳商也忧心忡忡 就怕影响生意 只能提前做防台准备 另外在台南北门双春海岸 上个月受到杜苏瑞台风影响 沙洲被冲出宽达20公尺的破口 相关单位紧急抢修 沿着海岸缺口堆叠太空包 逐起围体 怪手在运土方养滩 并架起木桩阻挡海浪 由于双春海岸过去抢修多次 还是被强浪冲出破口 这回加强攻法 因为碰上今年最大满月大潮 和台风双重威胁 历史逐起的围体 能否抵挡将备受考验 学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明天就要开学了 眼看台风接近 让不少学校纷纷开始 做起防台准备工作 以台北市大家国小来说 光是今年就有两次 因为午后雷震雨 带来的强劲不语事 导致校园里头大淹水 而校长现在也担心 要是在开学这一天 碰上了台风 雨水宣泄不及 恐怕会影响到 孩子们的出路安全 因此这一次 早早就在校门前 堆好沙包 挡水板一片片排好 学校穿堂堆满沙包 校园内低洼地区 也架好防水闸门 严阵以待 就怕30号开学这天 又遇到台风来搅局 当然要让小孩子放假 要不然风很大 雨很大 你带小孩子去学校吗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看政府怎么规定吧 能上课就上课了 部分学校29号返校日 进行班级调整 教科书发放 以及教室环境整理 为30号开学做好准备 只是台风来袭 就怕影响课程 和新生入学仪式等活动 有国小老师早在开学前 就到学校讨论 防台准备 以北市大家国小为例 由于一旁紧临高速公路 若遇到强降雨 谁会从水管排到排水沟 一旦宣泄不及 就会直接淹到马路上 再灌进校园里 日前就因为这样 今年已经有两次 造成校园内淹水 水深甚至达到小腿高度 让校长相当忧心 我们就有去跟相关单位 做一些联络 希望说他们的那个 水不要灌到我们这边来 因为他从那个 高速公路上面的水灌下来 确实是影响我们学校很大 大家都会巡视一下 学校的屋顶 排水系统 开学日 究竟该不该放台风架 还得是海陆景发布后的 风雨预报 再由地方政府做决定 学生和家长得做好准备 记者刘居卢博聪台北报道 苏拉台风靠近台湾 云林的菜农们担心会影响收成 包括青葱 通芯菜跟现菜等等 菜农们要趁着台风还没来 赶快来抢收 另外8月初卡努台风 重创南投仁爱乡 上午香掌也针对 庐山温泉附近的居民进行撤离 至于南风村 还有金银村的村民们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空心菜田 工作人员趁着伞椅子排开 大伙在田里忙着抢收 双手忙个不停 为了要抢在台风来前 赶紧将菜收成 不然大雨一来 菜很容易就会烂光 就怕心血白费 不只空心菜落葵 现菜还有青葱 所有菜能几乎冬起来 全都在忙着抢收 而一听到台风又要来了 担心的还有南投仁爱乡的村民们 一产一产将沙子产进袋子里头 装成一袋袋沙包准备防台 上次台风重创南投南风村 虽然道路上土石都已经清空 但排水垢内还是满满的土石 来不及清 居民就怕大雨一来 一定又会再淹水 在往上头走 挖土机忙着清理水沟 公务段人员就说 不是不清 是根本清不完 能够先楼 我们就先起来先坐 镜头转到卢山地区 之前台风带来大量的沙石 塔罗湾西的沙石 都已经快要逼近卢山吊桥桥面 距离只有大概两到三公尺 十分的惊人 而台风要来了 只有少数的店家还在营业 仁爱乡长也到场进行劝导 看风雨了 如果大的话也是要跑啊 因为如果一起开车 当灾情还是什么 去劝离也很危险 有的居民正在设施家当 陆续要撤离到清津去躲台风 但马赫坡那边 目前还有26人还没有撤离 而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大家如临大敌 全都不敢掉以轻心 借南投榆林综合报道 再次回到他